政府落实两年五次稻米播种计划提高稻米的产量 为了确保最项计划成功 首相拿督斯利安华承诺播款30亿令吉全力推动计划 包括提升稻田灌溉系统和基础设施 提高稻米产量之余 也放眼将稻农的收入提高超过四成 首相安华今天在吉达亚罗士达 会见当地的农民 渔民 割交工人和小园主 他在致辞时宣布将会拨款30亿令吉 推动两年五次稻米播种计划 首相坦言30亿令吉是很大的一笔款项 但是他有责任确保拨款到位 好让计划成功落实 保障我国粮食充足 更重要的是帮助稻农增加超过四成的收入 脱离赤贫 那么计算什么 我在去约超过4成的收入 但是 Het M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岛田灌溉系统和基础设施 安华借此强调 团结政府是真正努力发展国家 照顾人民福祉的政府 即使面对巨额国债 依然坚持在不偷不抢的原则下 优先解决人民的困境 包括改善农民、渔民、橡胶小原主等 农业领域人士的收入和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